炎起盛空,这个是佛海一个很大的题目, 亦都是在世间上那么多种学问,最特别的一种学问, 是佛学才有的,如果我们普通人说我去到家里见到佛像, 那个不是佛,佛不是这样的,那什么情况之下可以见到佛呢? 如果你练功练到见到炎起的话,就等于见佛了, 你见到这一杯本来的相是怎样的, 地水火风,见过提炼,经过什么条件之后,变成一杯在那里, 好了,在宇宙最难见的炎起是什么呢? 你拿个火机出来,一测就有火,关掉之后, 你见到这些火走到哪里,四大元素, 风和火藏身之处,我风出来,你感觉有风, 我风停了,那些风就没了,它藏身在宇宙哪个空间, 你首先见到炎起,即是你见任何的事物, 你看到源头,炎起有很多不同的条件加在一起, 才现了这个相出来,就是炎起了, 现象略来的这个,你见到任何的炎起, 生河大地好,物件什么都离不开炎起, 法界炎起,为何性空呢?它现了现象出来, 本体不实在,本来都是虚幻的,这是佛学的精华, 你看到炎起之后,你接受了这个炎起世界, 是变幻无常,变幻不是永恒, 这个就是炎起的现象,就是说你这个世界是幻化, 变来变去变去变来变去, 变了你不需要被这个变化影响你的德塞, 如果我想避免德塞,我就保守一点, 我就不用输到尽,不用着草, 所以如果你看通这个佛学的炎起学, 你做人做事就很舒服的, 即是你不会过聋,也不会说自己无节制, 各样都可以看得通,被人看通很多的, 你很有福气的。